各位家长你好 我是ACI南加州学院郭主任 我们在这里跟家长提醒一下 就是说现在的趋势 如果你还这是在高中生的阶段的话 要关切一下这个SAD现在这一年呢 大学是不要提交 可是在接下来的后面几年的话 大学的态度可能是有所转变 他们会把SAD作为一个参考 但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参考依据 原因是就是说 大学还是重视这个孩子的英文 跟数学的这个基础成绩 这个SAD他们大学有说 他可以帮助是optional的 就是说你可以提交成绩 或者不提交成绩 但是呢SAD如果分数考得高的话 他可能在进了大学以后 你在大一选课的时候 你英文的班会拿的比较高阶一点的班 数学也是一样 那你为什么拿高阶跟低阶的班有差别 大学理论上来讲四年念完 可是如果你一进去的时候 你就入门的时候课程拿的不够高的话 你一层一层往上上的话 你可能念到五年才可以念得完 所以这个选课其实是蛮重要的 所以当你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呢 最好就把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一部分的AP课程 尽量在高中时候完成 因为当你把AP课完成了SAD的英文数学考的高分的话 它不单只是影响你的入学 入取大学的机会 它也影响你的大学里面选课的高度 选课的机会 所以在这里提醒家长 就孩子真正的英文数学的实力是稳扎稳打的 非常重要 所以当你要成绩好的时候 进大学的时候 相对来讲 进去的时候就站到比较好的位置 那顺利把这四年大学念完 然后再去读你的硕士或博士一切都会理想中的安排 顿水顺风 一切都会很好 另外一个我们再提醒家长的话 从这个星期二开始 每个星期二下午的两点钟 在AM1300中午广播电台 就有我们ACI南加州学院主讲的升学止通车的节目 我会在电台上边 有时候会有请特别的来宾一起加入 在我们在升学止通车里面 会跟家长讲最新的这个升学动态 包括说说各个年级的学生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你应该着手准备什么最urgent的 最紧急的事情 哪些东西是给轻重换机 排列次序好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有时候我们也会讨论到说 孩子沉迷在网路上游戏的时候 如何处理 时间安排不够 课外活动不方便去参加 社区服务不好做 这些都可能在往后我们的节目里面 都注意跟家长报告最新的升学动态 好 今天我们谈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 谢谢